这是韩红的儿子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线当中 在选秀节目上 一名男选手突然情绪失控冲到台下跪地痛 对着评委席上的韩红大喊妈妈 这一声妈妈揭开了韩红隐藏20年的秘密 1999年贵州马联河景区 发生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缆车事故 因为国庆黄金州客流量太大 景区老板立于熏星 将一个仅能承载12人的缆车 硬生生塞进了36个人 最终缆车不堪重负直接从百米高空坠下 事故现场十分惨烈 声音声响彻了整个山 等救援队赶到现场时 山路早已被鲜血染红了一片 据统计这场重大事故共造成14人丧生 可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一位名叫潘子浩的小男孩 竟然奇迹般的幸免于难 被发现时潘子浩只受了一点轻伤 正安静地躺在没有了呼吸的父母身上 原来在缆车坠地的瞬间 他的父母用双手将他高举过头顶 用身体阻挡了强烈的撞击 这才让孩子逃过了一劫 韩红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场事故会和自己联系少 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场事故 坚定了自己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做慈善的决心 2000年315晚会的筹备期间 节目组找到了韩红 希望他能以此为主题 制作一手工艺主题群 后来韩红为了找灵感 不仅专门去坐缆车体验高空的窒息感 还特地找到了事故中的幸存者潘子浩 虽然两个人素未谋面 可当韩红叫他的名字时 潘子浩竟然主动张开手拥抱了韩红 韩红当场泪流满面 萌生了想要收养他的念头 在得知家人确实无力抚养孩子后 韩红随即扮领了领养手 收养潘子浩以后 韩红一直对他视如己助 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结婚生子的时候 韩红都会说我已经有一个孩子 因为对于他来说 潘子浩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后来韩红便以养子的口吼 将缆车事故改编成歌曲《天亮》了 谁能想到 韩红的那首火遍全国的天亮的背后 还有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韩红六岁那年 父亲在慰问演出途中不幸离世 从此父爱变成了他永远的奢望 父亲去世不到三年后 母亲便急急忙忙改嫁 韩红也因此很排斥继父 一次和继父伴嘴以后 九岁的韩红独自一人 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投奔奶奶 在火车上韩红度过了一生中 最恐惧 最无助的三天三夜 深夜到了奶奶家 韩红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地 十一点多到的家 在夜晚的爸爸的脸 在夜晚的爸爸的脸 奶奶就说 大晚上的你扫什么地啊 夜中泪水 暂漫了熟 我能干活 我会干活 而且 我说 我不喜欢吃肉 奶奶 不去讨好 我看到爸爸爸爸 把这只不走远 留下我在这 不想乱人世纪 早递 长年的寄人篱下 让韩红养成了讨好行人 九岁的韩红生怕奶奶 会再次把她送上开往异地的火车 害怕再次被家人抛弃 所以才说出这一番话 奶奶听后心如刀绞老泪纵合 一把搂住懂事的韩红 从此韩红便和奶奶相依为命 三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给韩红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层层黑纱 不安全感始终死死抓着她 韩红不爱跟别的小朋友交流 空闲的时候就躲在屋子里听收音机 因为只有音乐能安慰她幼小的心灵 上天夺走了韩红很多东西 唯独给了她一个好嗓子 1995年韩红考进军一世从李双江 在乐坛也有了一些成绩 就在她以为终于有能力 让奶奶过上好日子时 奶奶却突然离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奶奶的突然离世 让韩红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甚至一度抑郁了三年 三年时间她曾无数次有过轻生的念头 彷徨间韩红想起了奶奶临终前的那句话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做好人行善事 奶奶的话让韩红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从此韩红便走上了慈善的道路 坚持做慈善20年以来 韩红累计捐款4000余万 加上募集的款项总共10亿元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大爱的韩红却遭到质疑 不少网友认为韩红是为了做秀才做工艺 甚至还有人怀疑 她会自己从基金会中谋利 面对质疑韩红从未解释 而是一次又一次用行动让那些人闭上嘴巴 出道二十几年来 韩红不结婚不生子 不买房也不置业 没钱了就出去参加演艺 有钱了就接着做工艺 几乎已经捐空了自己 如此有大爱的韩红本就不该被质疑 我希望能够给自己积攒一些财富 我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 我们现在演出特别少 没有什么演出 也好不容易有一次演出 就希望能够尽管能够去演 然后我希望我们赚点钱 把他们今天都记得起来 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捐款 快捐空了